第一个让我见到的事实是 我姐姐刘肃清老菩萨的往生 因为姐姐的往生 我是从始至终跟下来的 所有的情况都是我亲眼所见 不容我怀疑 举姐姐往生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吧 你比如说姐姐是2012年11月21日中午12点往生的 就在20号晚上 应该说那是她在人世间的最后一页 第二天我去的时候 姐姐告诉我 她说她早早的就准备睡觉了 因为她知道第二天她要往生了吗 我也知道 我是第二天九点多到我姐妹 然后姐姐告诉我 她说小云呢 昨天晚上我都躺肥窝了 准备睡觉了 让我寄急送 我说那你都躺肥窝了 你怎么寄的呀 她说后来 她身边的护法居士小雪 把她的腿 因为她一条腿嘛 把腿用背 枕头给垫起来了 然后给她摆一个板 眼镜给她戴上 给她手里拿个笔 她是躺在背窝里 记得那天晚上可能是五手寄送 还是六手寄送 大家认想最深刻的 应该是那一首 戴弥陀传真音的 六十句 长的寄送 她走了以后 我看到这个寄急送的本子 一看 她把时间都寄上了 就这一首急送 她是寄了四十八分钟 大家想一想 一个独腿老人 她已经躺在背窝里了 最起码 她记得这个 几手急送 大约得需要将近两个小时 我们是健康人 我们可以试一试 做个试验 你看看你晚上躺在背窝里 用两条腿直着 然后用本 用笔 你去抄一抄 这六十句的 长的寄送 你看看你什么感觉 所以说 就这一件事 让我觉得 姐姐真是了不起 她在最后 留给我们的 是 戴弥陀 穿真音 我刚才给大家提了五个问题 可以说 我是通过我姐姐的往生 我亲眼见证了 解决了我的信念问题 我给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的历生历代的亲人 是不是在西方俱乐世界 原来我不知道 我姐姐这次往生 她的六十句 急送 把这个底儿 给揭开了 过去是谜 现在这个谜底 被揭开了 我引用 姐姐急送里的几句话 第一句 五子二妖 回家门 这个可能同学们 都有很深刻的印象 这个五子 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的孩子 以谁的口气说的 戴弥陀 穿真音吗 这个五 肯定是指弥陀说的 就是 阿弥陀佛的孩子 二十一号 要回家了 这是我当时的解读 也是我现在的解读 第二句 我要引用的是 今生父母 喜银儿 在这之前 我不知道 我今生的父母 他们在哪一道 实事求是的说 我只是隐隐约约的知道 父母去的地方比较好 所以姐姐这一次的急送里 告诉了我 今生父母 喜银儿 就是姐姐往生去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爸爸妈妈 是一起来接她的 这是我对这句话的解读 第三句话 女婿 亲接老岳母 这个女婿 是指 我的四个外甥女婿 在我姐姐往生之前的八个月 我的四个外甥女婿往生了 说实在的 我也不知道 她去没去西方这个世界 反正她走的时候 我到医院去送她 我在医院里 用心跟她沟通了一次 这一次呢 姐姐这个急送里 说得很明确 就说 我的四外甥女婿 这次也和阿弥陀佛一起 来接我姐姐 我姐姐不是她的岳母吗 第四句话 那个急送里说 游戏一场太逼真 大家注意游戏两个字 那就是说 姐姐这71年的人生之路 是一场游戏 下一句是 这场大戏唱圆满 前面不是游戏吗 所以接着说的是 这场大戏唱圆满 就这场戏要落幕了 就这个意思吧 丢下假身换君身 我引用这六句 六十句长距离的词 话来告诉大家 这个是真实的 是一点没有虚假的 我为什么引用了姐姐这几句话 主要要为最后最两句话 做铺垫 我引用的下两句话是什么呢 就是归时定于正午时 挥手微笑别亲人 这个大家你们是不是都可认可 做到了 急送选 那个照片 下面那张 侧脸的微笑的 就是我姐姐在人世间的 最后一个镜头 脸一侧 一个大微笑定格了 这就是我姐姐往生的真实情况 你信还是不信 那就在你的缘分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我姐姐是怎么样往生的 她在急送你是怎么说的 而且这些急送每一句都落实了 兑现了 没有一句是虚假话 不容你不信 所以这一次让我的信念 坚定了 我坚信 有西方极乐世界 坚信 有阿弥陀佛 坚信 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 真实管用 我先前面